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王秉庆牧师 今天是6月1日 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 是在生命记得第27章 第一节到第10节 神的话这样说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遵守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过约旦河 到了耶和华你神 所赐给你的地 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漫上石灰 把这律法的一切话 写在石头上 你过了河 可以进入耶和华 你的神所赐予你 牛奶与蜜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主之神 所应许你的 你们过了约旦河 就要在以巴鲁山上面 照我今日所吩咐的 将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在那里要为耶和华 你的神 足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面 不可动铁器 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 足耶和华 你的神的坛 在坛上 要将凡祭 献给耶和华 你的神 又要献平安祭 且在那里吃 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 明明地写在石头上面 摩西和祭司 另一位人 小玉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啊 要默默敬听 你今日成为耶和华 你神的百姓了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阿们 我想我们不少人 都听过在实践的管理上面 有一个原则 叫四个象限的原则 那么就是把我们一般 所要做的事情分成四类 有一类是又重要又紧急 一类是重要但不紧急 但另外一类是紧急但不重要 还有一类就是不重要也不紧急 那么把事情分成这四类之后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晚一点做 那么自然就清清楚楚了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摩西一再的叮咛以色列人 一旦越过约旦河之后 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当然就是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并不是去攻城掠地 打败迦南人 而是先竹坛敬拜神 同时立时违背 把神的诫命跟律例写在石头上面 想想当以色列人越过了约旦河 他们是大敌当前 他们连一个根据地都还没有 没有城墙的保护 按照道理来讲 他们最先应该做的事情 是应该攻占一个堡垒 夺下一个要塞 然后才足坛献祭 再用这个地方当作根据地 四出去经略 但是摩西却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他们一旦越过约旦河之后 他们必须先到以巴露山 在那个地方 他们必须要竹坛献祭敬拜神 并且要在那个地方学习神的话语 想想看 战争跟夺取迦南地 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的紧急性还是在敬拜神之后 我想这在天下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讲说 哎呀让我考完试 等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再去聚会敬拜这类事情 那是 那当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先做完了事 之后有闲有心情 才来敬拜 那恐怕 我们已经把我们生命里面 优先的次序都已经搞错了 第九节这样讲说 以色列啊 你要默默地敬听 你今日要成为耶和华 你神的百姓了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 要在迦南地住下来 做神的百姓 哪一个是目的 是得迦南地 还是做神的百姓 我想当然是做神的百姓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当将敬拜神 摆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 第一个优先的位置 不是第二位 更不可以是第三位 因为我们是被呼召出来 做神的子 从前小学的时候 有时候国文的老师 会这样告诉我们说 叫我们要读课文 念课文 操课文 背课文 老师会说 这是因为这是学习时候的 四道的一个原则 这四道就是 眼道 口道 心道 跟手道 刚刚说 以色列人在约过约旦河之后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里面 就包括要立起几块的大石头 漫上石灰 将神一切的诫命律力 写在石头上面 这为的是让以色列人 能够读神的话 听神的话 念神的话 才好谨守遵行 神的话语 摩西哥 以色列人的长老 在第一节就嘱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遵守我今日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并且告诉他们说 他们是神的百姓 第十节再次说 所以要听从 耶和华 你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力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以色列人是到迦南地去做神的子民 而神的子民与不是神的子民 最明显的差别 不光是他们不敬拜偶像 还在于他们读神的话 念神的话 背神的话 并且遵行神的话 他们跟四周围的民族不一样 活的不一样 今天我们做神的子民 一样要以读神的话语 遵行神的话语 做我们生活生命的最高有限 你是不是愿意将敬拜神 遵行神的话语 放在你生活生命最优先的位置 因为我们不是被招出来 过平顺的日子 而是像彼得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 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为了要叫你 宣扬那召你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能够做事过日子 而是为了要做神的子民 见证神 荣耀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在外面当中 选招我们 做你自己的儿女 叫我们脱离黑暗 脱离悲见的事情 做你所喜悦的儿女 帮助我们将读你自己的话语 敬拜你 当作我们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情 让我们乐意遵行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遵循你的话语 让众人因此就能认出我们是你自己的子民 是你的儿女 是你的门徒 引导我们今天的道路 让我们世事都为荣耀你而行 这样子祷告不配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你 有一个蒙福得胜的一天 那会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